第一個我們期末的作業部分 第一個就是類似於期中報告的形式跟內容 那大概可是問題我們期中的部分 是比較傾向是用那個函數聚集VPA 對不對 那期末的話我希望偏重就是說 類似於像氣溫跟降雨量 但你把它改一下 就好像我剛剛舉的例子 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治安也好 或者是其他方面你感興趣的 像是什麼住宿 像現在蠻行的只能國內旅行 像住宿哪個地方住宿的費用最高 有沒有哪些地方的 或者是住宿的 或者是景點的人次去的人最多 還有就是跟疫情有關的發展等等的 反正我是覺得可以盡量找一個 大家比較關心的話題 然後你去找個相關的資料 還有什麼跟民生有關 比如說畢業之後的薪資差距多大 我跟各位講真的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文學院的學生跟理學院的學生 畢業之後的薪資行情至少差了兩萬 也就是說你若是文學院畢業生 薪資普遍真的還是比我覺得很奇怪 一樣都大學生 那為什麼畢業之後的薪水會有很大的落 而且畢業的起薪就有個落差了 可能相差我印象中應該有個一萬塊吧 然後之後的發展那個薪資差更大 也就是說人家後面會一直一直在加薪資 然後可能因為你沒有 不過我覺得回過頭來最重要應該是專業技能 OK 所以也許你如果希望慢慢彌平這個差距的話 那可能還是要做一點事情 OK 那其實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也就是再能夠彌平這個差距 OK 那所以其他部分的話一樣 繳交的一個是Excel的XLSM的一個檔案 這個是第一個 裡面的話呢 記得一定要有抓取資料 就是從網路上撈什麼樣的資料 資源可以來自於網路 或者來自於什麼一些開放資料也可以 反正這個資料你們自己去Google一下吧 應該沒問題 那第二個的話呢 可能我希望看到的是會是圖表的VBA按鈕 有沒有就像剛剛我們看到的嘛 有沒有就是假設舉例的話 有點類似像這樣 也許你將來就做幾個按鈕吧 OK 比如就像這樣 這個是資料 你就資料放著 然後我希望我能夠打開你們的Excel之後 那我可以按幾個按鈕 就可以看到會畫出來畫出來的 OK 然後看到結果 然後呢 因為圖裡面有些部分可以看得出大概 但是有些地方可能還是需要文字敘述 所以呢 另外你可能要繳交一個檔案就是一個Word檔 那這個Word檔的話 裡面就幫我說明一下 你到底資料來源 到底為什麼要取這個資料來源的原因 比如說你可能對什麼交通事故有興趣 你比如說你常常看到那個路上 常常發生車禍 然後所以你對這方面非常有一個想法 諸如此類的啦 或者是說治安 你因為你前一陣子發生這個事情 你想要了解一下 到底那個這方面的治安 到底是不同縣市有不同的數據 或者說不同時間 到底是治安越來越差 還是治安越來越好 諸如此類的 或者說你關心到你未來的薪資水準 到底是我剛剛講的 問學院學生跟理學院學生 為什麼薪資不一樣 你可以自己去抓資料 這個不是我自己隨便說的 你可以去查一下 不同哪一些科系畢業的薪資是最高的 哪一些科系畢業的薪資是最低的 OK 那當然你可以比較一下 有些東西 這個最後背後最好還是有資料根據 然後呢 如果要讓人家比較好明白 最好你就繪製圖表 有沒有 一個往上一個往下 那不就很清楚的 可以知道說原來是這麼一 那後面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用函數或VBA 那這個當然前面都有做過 那並且說明最困難的地方 剛剛後來發現 好像同學最困難就是找資料 到底不知道要做什麼 對不對 光找資料就要花很多力氣了 對不對 然後做的過程當中呢 又是很多的問題 怎麼要寫這個程式 雖然程式沒幾行 但是就是問題重重 OK 不過呢我看到滿多同學是把它克服了 那其實是相當的好 其實也是我想要做 因為我如果想說考試的話 那變成說你們就一直在背那個程式 好像沒有辦法靈活的應用 那我主要的初衷是希望說 你們真的能夠把程式拿到你的生活 跟你的未來工作 能夠結合得非常的好 OK 這個是我比較想要的啦 所以也許我們換個方式 本來是希望用考試的方式 不過總會有那麼一天要考試 下學期吧 下學期還是要考點次 所以你程式如果實在是不是很靈活 很那種熟練的同學 還是花一點時間 把這部分再熟悉一下 那次數的話呢 至少要500個次 不過我發現500是對 真的是小看大家的 我發現好像沒有講幾句話 就500個次了 當然如果你超過沒關係 都有加分 OK 那如果當然你剛好500次 就是給你500次剛好的成績嘛 對 500次就剛好60分啦 對 多一個字多1分嘛 怎麼樣 不要不要開玩笑 不是用字數啦 最重要是有講到重點 OK 你不要說就是講一些不相干的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吧 關於那個期末的專題作業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沒有 真的嗎 有問題趕快提出來 好 那 所以我們期末部分的話呢 大概就這樣定好了 那繳交的期限 記得喔 因為學校有規定 必須在期末考週這一週 一定要這個成績要交給我 所以如果你繳交的期限就是 1月14號的凌晨12點 以前繳交都不算遲交 但以後繳交的話 都算遲交 分數當然會打折 OK 當然你少點交是檔案比較OK一點點 搭配 什麼 沒有搭配 沒有為事 搭配比較少為主 好 那 好那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如果你沒有問題的話 那可以先稍微試做一下 有關 這個資料的部分 所以第一個 你可能要先找哪些資料 是比較合適的 第二個的話呢 怎麼樣把它這個 結合那個 製作圖表的部分 可以搞得到嗎 嗯 謝謝 謝謝